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江狗开发进阶课程的第17次课,中间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就是了解江狗中间键它的一个基本概念 和这个中间键它的使用场景 以及中间键它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最后我们的编程实现自定义中间键 首先我们来看中间键它的一个概念 中间键是嵌入江狗它的request和response处理过程中的一套钩子的框架 它是一个轻量级的底层的嵌入系统 可以对江狗的输入输出做出整体的更改 这个看起来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 待会我们会实际来稍微看一下江狗1.9它的一个圆码 大家就非常明白了所谓的这套钩子框架 是怎么嵌入进去的 然后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如果我们想修改这个请求 比如说被传送到view中的request的对象 或者是我们想修改view返回的response对象 我们都可以通过中间键来实现 毕竟它是一套钩子 然后也就是如果我们还想在view执行之前做一些操作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中间键来实现 我们就举个它一个具体的非常实用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我们想写一个判断浏览器的来源 判断它是这个手机呢 还是这个PC 然后我们这里边采用这个我的这个iPhone 因为我暂时没有其他的这个设备 然后看它是来自这个iPhone 还是说作为通过其他的这个浏览器 Charm或者是火壶啊 这些浏览器PC的设备进行登录的 我们不想把这部分逻辑呢 加到视图函数里面 想把它作为一个通用的服务 作为一个可插拔的这个组件来使用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实现为这个中间键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中间键非常实用的一个场景 然后中间键它的作用流程呢 我们要看一下 首先中间键它必须是一个类 然后它它就是 其实它就仅仅继承了一个object 并不继承其他的这个将冠的类 然后可以实现这个四个接口 Possess Request 然后呢 这个方法是在请求到来的时候 首先会被调用 它就返回两个值 一个是NUN或者是一个HTB Response对象 当返回NUN的时候呢 Jungle会继续调用这个其他中间键 View啊 然后如果返回这个Response对象的时候 Jungle就会跳过其他的这个中间键的一个处理 返回这个Response 然后还有这个ProcessView 它是本次要执行这个View函数时 调用钱 然后调用这个函数 ProcessResponse 这个就是执行完View函数 就是执行完我们的视图函数 准备将响应发到客户端的时候呢 可以去执行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覆盖原来的视图函数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重新返回一个Response 这个之后我们就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ProcessExpection呢 它就是视图函数抛出异常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就会被调用得到的Expection参数 实际上是抛出的异常的实例 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很好的进行这个错误控制 并且提供一些有好的这个用户界面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里边 这里边就有几种 这个江口内置的中间键 CommandMidware SessionMidware 这CommandMidware就是 一般的中间 它提供给我们的一些 使用的功能 SessionMidware呢 其实就是绘画的一些功能 CSRFView 这个Midware 就是我们在表单的一些验证 它提供一些验证的功能 这里边这几个箭头 下和上 就是其实请求的时候 会调用这个HTP 这个调用这个ProcessRequest 和ProcessView 中间的这些函数 然后返回的时候 调用我们的这个 适数函数完之后呢 就会调用这个 这个Response TemplateResponse 和ProcessExpection 这些勾字函数 然后呢 我们如何知道 它调用的顺序呢 是先调用哪个 先调用哪个 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这里边的 它的一个简单的这个代码 我们就来很清晰的看到了这个过程 看我们可以从这个 这个FromJungle Core 这个Handle Base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Base里边 它其实在哪呢 在它初始化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初始化 这五个看到没有 这五个钩子的实例 就是这里边其实是一个list 然后它在有一个load midware 就是加载这个中间键 然后我们看到 它就是在这个midware class 也就是我们这个setting的这个midware class 看到我们生成这个项目的时候 它就自动给我们添加了这些基本的这个中间键 然后它就会进行 把它给便利我们放进去的这个类 然后把它实例化完之后 就会查询 它里边如果有process request 就怕它放到这个request madeware 这个list里边 然后比如这个process view 就把它放到这里边 然后有这个process template response 就放到这里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 它用insert 0 然后加了这个这个实例边的这个函数 我们就看到它是把它放到最后 就是先进后出 它是最后被调用 还有这个process response和这个process exception 都是这样子 然后它调用的时候是怎么被调用呢 然后它在其实在这个get response里边 get response里边 它会先调用这个request的midware 先把它取出来 list就按顺序取出来去调用 如果这个response返回这个response不为空 它就会直接break 从这个for循环里面break掉 然后呢就不会执行下面的这些操作 然后最后直接 直接执行什么呢 直接执行我们的这个response response的这个middleware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最后会执行这个response 不管怎么样 它都会调用这个response 然后去返回 继续去替代这个response 然后最后呢 会把这个response返给客户端 当然如果我们上边的这个request的midware 没有这个反复的response是none的时候呢 它就会调用这个viewmidware 然后如果这个为空 跟我们上面是一样 它就直接返回 如果它继续为空的时候 然后就会调用下面的这个template template response 还有下面的这些exception 这些处理 然后就明白了整个的处理流程 我们可以 我们就通过这个圆码 简单的看了一下它的处理流程 所以说我们大家 在分析这个江沟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可以通过它一个圆码 简单的看到 这些问题是怎么 怎么去分析呢 我们就就明白了 它的一个处理流程 当然这个处理流程呢 我们也知道了 要激活这个中间键 也就是说让它起作用 我们就要把 我们定义好一个中间键之后 就把它放在 jungle setting的一个midware classes 这个圆组中 我们看到为什么要放进去了 我们就看到那个base handler里边 它去加载啊 它去使用这个midware classes 里边的类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来实际的看一下 如何自定义中间键 我们打开我们的工程 我们看我们这个项目 它就是主页就返回 返回一个简单的这个文字 然后呢 我们自定义 我们的这个中间键 我们一般会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midware midware这个python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定义一个我们的 我们之前说过判断这个用户是从这个PC端 还是那个手机端来的 这个checkSourceMidware 然后呢 就成为这个object 我们就定义这个process CSS ProcessRequest 注意这个函数名标写错 不然就没办法被雕用 我们就把这个 从这个request 它有个参数是request 然后呢 从它的元数据里边去取出这个http useragent 如果我们这里边打印 表示它的确 我们的确调用它了 为方便大家去看 然后判断一下 其实如果是iPhone访问它的 它就会 它就会这样 它就里边就会包含一个iPhone 这个字段 forSource 如果是iPhone访问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session里边 ssln 给它添加一个 fromSource 这个限制对 然后呢 from iPhone 是one else 否则当然我们就认为它是从这个PC端登录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把它加载到这里边 叫example medalware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试图函数里边就可以把它给取出来 把form 把这个fromSource给取出来 从这个request的 点session 然后去获取 获取这个fromSource 否则的话就是unknown 然后呢 把这个res给出一定意义下 我们知道它来自于哪了 就可以 所以 you come from 然后知道它的来源了 然后我们就返回这个来源 我们可以先我们先用我们本地的这个来测试一下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开的这个跟平时不一样 我你看我这个是这个0000这些 没有这个 这个是meta OK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启动服务器的时候 是这个0000 端口是800 我们是在这改 pycham的话 它在这个editconfection 然后里边呢host 我们改成这个 这样就可以让局域网去访问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本地访问 这次呢 需要让局域网访问 比如说我们局域内的这个PC和这个手机 然后刚才我们改了一个错误 这里边是meta 然后我们刷新 http 发新一下 我们看 Hey friend you come from pc 然后我们看一下打印 看一下打印的话 这个地方 它就打印了 它的这个from source 然后呢 我们去尝试 从这个手机登录 我要用我的手机 来去登录它 大家稍等一下 然后刷新我的手机 OK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from source 然后这个iPhone 我们我的手机上就显示 iPhone的 you come from iPhone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打印里面 它的确有一个iPhone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实现了 这个用中间键实现了判断 这个用户的这个来源 当然呢 我们还想实现另外的这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我们可以定义多个中间键 然后允许一部分的IP进行访问 当然我就是说想临时禁止一些 一些IP去访问我们的这个服务器 我们怎么做呢 当然就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定义一个中间键 然后比如说 forbid forbid some IP made where object 它这个地方也是实现这个函数 process request的函数 然后我们这里边 allowed IP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就只允许本地访问 127.0.0.1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IP远程的IP给拿到request 然后直接去获取remote remote addr 大家注意这个字母不要拼错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print ip 判断一下如果这个IP not allowed ip的话我们就print ip not allowed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返回 我们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 就是这个地方呢 就是直接返回 from jungle http report http response 直接返回一个response 然后呢 下面的下面 试图函数就不会被处理了 就给它一个 一个提示 ip not allowed 我们把这个中间键给添加到 这个setting的这个圆祖里面 made where forbid ip 我们看到我们本地还是可以访问的 ok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远程的pc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它就打印了 打印了这个ipnot allowed 我们看这个2.165它就没办法访问我们的这个机子 当然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了我们刚才的这个中间键处理流程 一旦我们的这个process request它返回了非空的这个attp response之后 它就不会再执行我们的试图函数的处理 当然它会再继续执行process response中间键的处理 我们可以呃再定义这个process response来覆盖它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定义在第一个process p-l-c-s-s-p-o-n-s-p-o-n-s-e 比如说我们随便跟它返回一个呵呵 然后我们打印这个呵呵表示它的确到这了 然后给它return一个http-response呵呵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呃我们为了演示呢 我为了演示我们首先呃不让这个我们本地去访问 禁止我们本地访问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给注释掉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不让我们本地来访问 比如说这个ip-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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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我们不让本地访问 然后呢不让我们本地访问之后呢 我又让它去process rebounds去这个去覆盖它 我们看它刚开始是显示了这个IP Notaloud 一旦我们定义了这个Process Rebounce之后 它就会用这个呵呵来覆盖这个IP Notaloud 我们来试验一下刷新 它就打印了这个呵呵 然后呢 我们来再证明一个事 就是说有多个这个 多个这个中间键的时候 它就会先进后出 因为我们这个check source middleware是先注册 所以说它这个response应该是最后被调用 我们可以在它这里边 在第二个这个midware再定义一个这个response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定义哈哈 这里边我们先把这个注视掉 先把这个注视掉 然后它这个地方就会用哈哈来期待这个 这个IP Notaloud 我们看一看它现在显示哈哈 然后呢我们一旦给这个第一个取消注视的时候 它就会呵呵就会再次覆盖这个哈哈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呵呵就覆盖了这个哈哈 就是说证明了这个process box 它这个处理是先注册和后被处理 然后这样就说明了这个中间键整个一个处理流程的操作 我们这里边主要展示了这个process request和process response 在实际的工作中呢 其实这两个这个处理函数是最常被调用到的 然后这一刻呢我们就主要学习了这个 将狗中间键它的一个基本概念 它的使用场景 然后呢通过简单的圆码分析 然后了解了将狗中间键相关的这个处理 它是的作用流程 然后呢我们明白了它的调用顺序 最后我们举了这个实例 举了什么实例呢 就是说检测这个调用来源和这个禁止一部分IP登录 然后这样的功能来就是说给大家展示了我们中间键的一个功能和使用方法 以及调用顺序 然后大家下去的话可以思考一下 你会用将狗中间键来实现什么特殊的功能 然后就可以也可以定义一个新的中间键 然后去实现这个process request和process response 或者是实现单个的这个process request和process response 来实现你的功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